喂 我們後天出發了 那怎樣? 當然先來個賽前比賽 這麼怕?你怎麼沒輸過?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去哪裡? 我們去天馬公園 對,但我們分開去 鬥快嗎?我喜歡 當然,我一定比你快 好,來吧 交通出行大挑戰,簡稱膠戰 遊戲玩法很簡單 兩位需要乘搭不同的交通工具 去到各個不同分數的checkpoint打卡 最後六點半前到達金鐘天馬公園 過程中乘搭的交通工具種類 到達終點時間和交通花費 都會影響你最後的分數 最後分數較高的就會勝出 事不宜遲,立即去片 你第一站去哪裡? 我不告訴你 總之我現在去乘巴士 你乘搭什麼? 我去乘港鐵了 我很興奮 再見 終點見,再見 再見 很快就到了我的第一個checkpoint 就是宏館 其實我也是剛才不久來這裡的 那就是看天公的演唱會 我現在決定第一站乘巴士去M Plus 我就選了三個地點 第一個地點就是有30分的M Plus 為什麼我選它,當然不用說 因為這個很高分 第二個地點我就選了尖沙咀的鐘樓 因為兩個地方相對都比較近 而且它都有20分 最後一個我就選了AIA摩天輪 因為我直接在尖沙咀鐘樓 旁邊就可以搭天星小輪 就可以過去 30分M Plus 走吧 暫時快 不如坐的士去中樓 沒時間… 快完成了我第一個checkpoint 我現在就搭海巴士 準備去我第二個景點 快點快 雪一聲就到了灣仔啦 黃金廣場內分手 在時代門外再追 好了 雪一聲 我們又到了第二個check point 就是時代廣場啦 幸好現在這個中數都不是特別多人 不然我真的會被人笑在唱歌 過海要快當然要坐船 走吧 好了 我剛剛從時代廣場走來 電車站了 為什麼會坐電車呢 因為坐電車有多種交通工具 又可以加分 前面就是天馬公園了 我這次比你更快 好了 來到我第三個check point 就是起貼街了 經過這麼多次我都未打過卡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這裡是打卡位 要同時間驚賽 我不趕著了 我走了 拜拜 不行了 很趕 遺免遲過進民 所以我唯有出絕招 就是走的士 人呢 人呢 這麼久都未到 由天光等到天下 過了都筷 唉 唉 沒到 唉 為什麼這麼難 這麼久 你走過來的 大哥 體諒一下老人家 大哥 體能是差一點的 是否靜靜去吃東西 這樣也讓你知道 不行 剛剛經過 因為我途經這些地點 經過時代廣場 你知道旁邊有多少東西吃 太香了 你知道我忍不住 讓你走到那裡 你也忍不住買東西吃 我在天星小林那裡 我看到有雪糕車 我忍不住了 我差點跑過來 否則 那你想怎樣 贏了 威了 有什麼懲罰 我想一下有什麼懲罰 要不是 對 計算過車程時間和車費之後 今天最後的贏家是 俊文 是不是計算錯分 是不會輸的 都說我不會輸的 所以一早 有個懲罰給你 就是 讓你的眼睛可以遮住你的眼睛 讓你看不到東西 嘩 嘩 大哥 嘩 真的看不到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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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他平時也不看路 平時也不看路 就行了 桃花太多 幫我擋一下 也不是懲罰你 走吧 再見 拜拜 不是 看路 撞死人 為什麼我今天會贏呢 就是因為我用了香港出行的APP 如果是你 你又會怎樣規劃你的路線呢 在接下來的交通習慣調查 告訴我們 快點 去看路 聯繫 去看路 三個人 變成 快點 到 去看路 是 有 在